剛訊號不好,你有看到我的手套嗎? 阿提斯的車友們,大家好,稍等一下 我們來介紹一下安裝避震器好了 大家下午安,今天是週六假日 今天要介紹的車款,當然是阿提斯 上次直播的車款是12代,今天介紹的是11.5代 11.5代跟11代基本上它的底盤架構都是一樣的 只有在前面上座的螺絲粗細有稍微的不同而已 阿提斯的話,車友非常的捧場 所以我們時常有機會來跟大家來做直播影片的分享 當然很謝謝車友們,都主動幫KT們來做介紹 像今天的車友也是看到直播影片之後 然後先來KT台中的工廠試乘完畢之後 就決定立刻要做安裝 謝謝車友們的介紹跟捧場 經理今天要介紹的這台車,11.5代 它的所有的狀況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但今天要降的車高呢,降幅非常多 因為原來的車高大概是後面 後面的話阿提斯如果裝215457 後方的話大概是最少也有個大概六指幅 但待會要降到剩下一指幅 剩下一指幅而已 所以整個降下來之後的感覺跟穩定度 就相當的不一樣了 那今天要介紹的道路版 前面的彈簧跟後方彈簧 其實經理如果之前有介紹過影片 直播影片的話大概內容都是一樣的 KT有很多的一些小地方 都是為了這台車改裝之後 應該要有的舒適度所做的一個改變 跟一個進步的地方 那車友們也許有可能之前有裝過KT的產品 或者是有看過KT經理的一個直播跟介紹 但是在產品當中 我們都會不斷不斷的一個進步跟演變 現在的產品會越來越成熟 像前面的彈簧 我們目前的話為了要兼顧到 阿底茨應該有一個舒適度 所以我們前面彈簧 前面彈簧變成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後方的話就變成一個 雖狀的彈簧 它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但是背景聲音會稍微吵一點點 因為我們持續還在施工當中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前面好像還有一次還沒裝好 前面的避震器 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 這個是原廠的 這個是KT的 這個原廠的避震器 它是一個前面是賣花城的 從九代十代十一代 全部都是這樣的設計 那KT的話前面有附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的話 因為我是用前鏡頭自拍 所以這個字體的話會是顛倒的 像這個的話它有一個KT的Logo 那往H的方向 順時針的話它變硬 往逆時針變軟 可以從避震器的上座 這個地方可以來調整軟硬度 這個軟硬還有高低都能調整的 那高低的調整是靠它腳管 我們如果把這個腳管往下延伸 它的避震器長度變長 變長之後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如果把它的長度縮短 它的車高就會變低 有一點逆光 我把這盞燈把它切掉好了 好 這樣應該比較好 所以調高低的話 是靠這個地方 這個間距剩下超少的 因為今天要的車高比較低 像這一台車 如果我們降到最低的話 大概剩下輪胎上遠到葉子板 剩下大概不到一指幅 那今天的話要剩下一指幅 很低 這個彈簧也比較特別 這個彈簧當中彈簧跟彈簧當中的間距 會拉得比較開 用意就是這樣的舒適度會比較好 那如果我們把它的變成是直捲彈簧的話 它的操控性也許會比較好 可是像這樣的房車 一般車友都很希望要兼顧到它的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尤其是它的原廠邊際已經很舒適 所以我們也不會把它做得太性能化 可是如果各位的要求 是要有辦法下賽道 下力保賽道 或者是其他的賽道的話 KT也都有辦法做出 對應賽事或者是競技的一個設定 但Artist以我們的經驗來說 大概百分之九十五的車友 都是會選擇KT的道路版本 這個是KT的道路版 它的公斤數的話是七公斤 這個是兩百長的 所以這樣的彈簧它的壓縮 跟回彈的時候的一部分的力道 會往兩旁釋放 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這些都是總層件 上座的話不需要再拆原廠上座來沿用 直接KT一整個就是總層件 後面的話也有附上座 後面也是一樣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後面的話已經裝好了 所以後面沒辦法拿給大家看 我先把避震器拿回去放 這個是後方 Artist後方的避震器 它的上座有分左右邊 上座的話有分左右邊 它的上座 它的結構是一體的 那如果到了十二代 像前幾天吧 三個禮拜 還這個禮拜 忘記了 禮拜一 經理的好朋友小翔 它的車是十二代 十二代的Artist 它的避震器就不是長這樣囉 後方的避震器就變成是彈簧 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那個四代的底盤叫做TNGA 那個四代的底盤叫TNGA 十二代的 十二代的KT也有做囉 也都有 這個是十一點五代的 那我們把鏡頭 我移動一下鏡頭 今天沒有助理 所以會有一點晃 大家請多多包含一下 那如果Artist的車友 有問題的話請不用客氣喔 請跟我聯絡 我們上班時間 上班時間有很多的小編 可以幫忙啦 幫忙回覆大家的問題 但是這樣好暗喔 請等一下 我去補個燈 稍等一下 有燈嗎 有燈嗎 這個是後方十一 十一點五代的 跟十一代九代十代都一樣 這個是後方的一個避震器的上座 那這個彈簧也比較 好 不好意思 這個也比較草一點 來 這個的話 後方的彈簧呢 是用一百九十長五公斤 所以它的彈簧是比一般 我把鏡頭轉過來好了 這樣實在不太好介紹 只有一個人而已 等我一下喔 來 我把鏡頭轉過來 這一個 好 好 鏡頭剛好帶到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是KT所用的油品 這個是義大利 義大利IP的主尼友 那個 這個 電銷上的話 還特別開了一個 一個使用證明給我們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後方的避震器 後方的話 其實有很多的 都是靠一個轉接的方式 但是KT還蠻用心的地方 是我們做了一條專用的彈簧 給Artis來使用 它的上方的話 就直接合上它原廠的內徑 合上它原廠的一個 上橡皮的位置 下方的話 它整體的長度 長度就做到大概19公分 所以長度長了 它的自然 它的乘坐的感覺 就會比較舒適 這是後方的一個下座 後面調高調低很簡單喔 只要把避震器調長 它的車高就會變 高 調低的話 調短的話 車高就會變低 11.5代很漂亮喔 還有尾翼 下巴的話 這個應該也是改裝件吧 如果Artis的車友的話 再分享一下這樣的資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還在施工當中 也快好了啦 它的後方的阻尼調整 是靠以背後方的 有一個試彈把它掀開 就能調整 我們先來介紹前面好了 來這個就是前面 剛剛說的彈魂 那當然啦 這些的小細節 KT也都很細膩 這些有管架 ABS感應線 或者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都是跟原廠一樣的位置 這11.5代的車頭要更流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上座 上座的話 這個濕帶的話很簡單 在這個地方就看得到 BG的上座 它有三顆螺絲 這個旋鈕 我鏡頭再拉近一點點 好這個KT的旋鈕 就是在調整前面的軟硬度 如果往順時針的方向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會變軟 那調整的秘訣 第一個步驟 先要把胎壓先打到正常值 大概冷胎壓的話 像原廠215 457 原廠是建議大概32PSI 但打到35 36都還可以啦 可是超過35 36 就會比較癲 就比較不好做 所以調整阻鈕的時候 一定要先調整好胎壓 再來調整軟硬度 那左邊右邊記得要對稱 這個尖距的話比較開 然後比較舒適一點點 在這個 楊角的這兩顆固定螺絲 這個孔鏡的話 是做成一個橢圓孔 所以也可以從這個地方 微幅來調整前輪CAMBER的角度 這是前面 阿車有沒有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話不用客氣喔 請立刻詢問我會把鏡頭 帶到大家想要了解的一個 零組件的地方 這是原廠215-4517 普利斯通 T-001 T-001 對對對 這是KT的箱子 這是前天才剛安裝的車友 這台是Ellantra的AD 後方的話 彈簧是190長5公斤 5公斤指的意思是 我們下壓1mm的 1mm的一個空間 需要5公斤的力道 看我們也有附一個饅頭 晚餐的饅頭 後面避震器的話 就有分左右邊 要特別注意一下 來介紹一下 它後面阻尼的調整好了 師傅的話 還在裝另外一邊 那我來介紹這邊 這個是 椅背要往前掀 這個是椅背 椅背要往前掀 之後 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 塑膠的扣具把它拉開 拉開之後 這個試彈 就能夠掀開 看得到 這個可以開Lock-off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的 往順時針 這樣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 可以調整 調整完畢之後 記得要把它扣好 扣去的話 要記得扣回去 現在的話 左後還在安裝當中 它上座的話 其實有三顆螺絲 一顆是在外面 好 車友門還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 今天的 Auntis的直播影片就到這裡囉 這是11.5代 那如果車友門 有問題的話 可以跟我們的 KT的粉絲團聯絡 然後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話 也請不用客氣 請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